每一個糖水的單價基本上是在2-7元的區間 幾元雞一碗而已 旁邊的點心也是2-3元有一個 一共有20款糖水,任君選擇 什麼都有 這個就真真正正吳川的特色了 雞屁糖 雞屁糖 這是我比較期待的 大家好,據聞吳川的糖水都算得上是吳川的當地特色美食 今晚就帶大家翻牌一檔 凌晨時間都依然營業的街坊糖水泡 Let's go! Let's go! 這已經知不清,這已經是我們在吳川的第幾場拍攝 駕著雨的拍攝了 你就說我們多敬業吧 冬天啊,給大家分享這個很多人安利的這個糖水 那今晚宵夜時間呢,我們又不是很餓的這種狀態 那就只可以玩一間糖水泡吃吃了 因此對面手指指向的一個方向呢 就是我們今晚要翻牌的糖水泡了 確實很多人也推薦給我 難得來一次吳川 那就統統都體驗一下 就要跑過去了 所以真的要 大家以後算來刮工 都在都在都在 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了 3 2 1 1 2 1 1 2 1 1 1 哪裏跑進來的兩隻喉 哇,無多糧野食啊 這全是糖水,你看 還有小吃,還有小吃 1 2 1 這個是不是那個叫什麼蛋傘 蛋傘 甜的蛋傘 沙奇馬 好傳統的小點心啊 是不是 是你能吃過嗎 又可以不包殼了 哎呀,阿姨等我們了,來來來來 有些什麼推薦啊 我們要磨想推薦啊 甜食肝 甜食肝呢? 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 雞屎湯有 雞屎湯一碗 還有就是菠蘿糖水 有沒有說凍還是熱雞的 有 雞屎湯一碗 黑糯米,我要黑糯米 有 那個沒有啊 那個就是雞屎湯嗎 有 有兩份的感覺 還有菠蘿糖嗎 有菠蘿糖嗎 菠蘿糖有啊 這個是什麼呢 姐姐 這是糖醋 什麼 糖醋 哇,真的很多選擇 你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一個可以不明白 一個應該有一個甜食啊 配糯米 然後這個應該是 椰耳蓮子 然後那個是豬腳加 然後為什麼吃這個 看應該不錯 姐姐 拿到個芝麻糊啊 我們過去那邊看看還有什麼 我太多選擇了 一時之間不知道選什麼 雪椅 這個紅豆沙 紅豆沙 這個 義米糖水 這個 這個八寶粥啊 這是什麼 青豆糧啊 這個 我們現在換這個 芝麻糊 什麼 綠豆沙 綠豆沙 我們試完了 差不多了 一共有20盒糖水 任官選擇 什麼都有 我們再搞點小零食吃吃吧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有一個 這些好像也很不錯 這個我也要 這個應該很好吃 這個是什麼呢 辣米茄 這個我有 這個拿一個 我用這個 漾漾拿一個先 這個呢 銀類 銀類 銀類是什麼 一個他們一個 這個出過沒有你 你應該沒出過 來一個來一個 要包嗎 要一份啊 這個好吃 OK Let's go Let's go 還是很不錯的 今天晚上這個宵夜 我覺得這四個一定很好吃 這個應該不錯 你知道這個是糯米池 這種糯糯的 我最喜歡吃 老闆雞 其實我們想吃這個節奏 還有一碗 這個是黑糯米 它這個黑糯米 跟我們之前吃的那個 不是很同 加了花生的黑糯米 蝦餅應該可能會熱很多 這個還有芝麻 芝麻糊 芝麻糊 這個芝麻糊就稀少少 不是太太多 這個就應該真是 真真正正正 不喜歡的特色了 雞屎糖 這是我比較期待的 雞屎糖有點像 那個芋圓 這個應該是 今天唯一一碗 是冰的菠蘿冰 這應該是大樹菠蘿了 是嗎 菠蘿蜜 甜的大蛋沙 比較傳統的一個 地道零三 這四個糯糯的 我每樣拿了一個 這個黑色的時候 看的就是 你用 豆沙 豆沙 這是野獅 軟糕 也算糯米糍吧 這四個都糯糯的 比較牌牙 人家這個是R 你一定要吃 這個已經是老朋友了 來表演吃一個 直接震驚了 直接震驚了 不滅皮啊 不滅皮啊 不滅皮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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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呢 你終於找到一個共鸣了 可以吃了嗎 那我們就趕緊 你先吃了碗葉一碗吧 嗯 那椰絲 終於找到一個 能理解你不去皮的人了 說不定 那可以可以 我就馬上想去拿多一個 這些蘿蚂蚵好感 我最愛了 先吃了 軟糕真的好吃 吃一下這個豆沙餡 用蘿蚵好感非常要小 糯糯的口感 而且那種芝麻香 這個也好吃 我喜歡吃紅豆沙 吃甜的東西就會讓人開心 我說真的 你沒拿多了 甜甜甜 你吃你的絲 哇哦 五刀耶 我這個會爆汁的 這個名字好吃 所以你說我比較有 也是花生芝麻 吃一下這個 蘿蚵蚵 哇好香啊這個 這個有一股那種香蕉的味道 這四個都是好評啊 這就不用過多介紹了 我們來個蛋沙 磅大版的薩蚵蚵蚵 薩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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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甜啊 不能吃太多這個 來解釋一下 它的口感就是這種魚圓的口感 它的味道呢 感覺就是這種植物的味道 芝士醬的味道 慢慢來 我們試試這個菠蘿冰 好容易理解啊 這個是糖水 然後加一些大薯菠蘿 沒什麼突出的地方 下一個下一個 這次黑糯米看起來有點像紅豆 這裡所有的糖水都沒有做到很甜 我喜歡這個甜度 就是屬於健康的糖水 就是甜度是剛剛好的那種 不知道它這裡的芝麻過不過關 我們現在會有個芝麻糊 感覺它這個芝麻糊有點像用粉蔥酸的那種 芝麻味不算很足 光波很動 這個不吃完也正常 因為這個太甜了 這個太甜了 整體來說呢 根本這裡的糖水呢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清甜的 小糖的那種甜 也算是那種傳統的糖水兔 主打一個品種多 如果你說味道有多經驗的話 木屏鵝來吃的那種好吃是 還沒到那個程度 不過這幾個糕點確實好吃 尤其是椰絲那是我第一次吃的 這種糯雞雞口感的甜點呢 就非常的好吃 很上癮 根本就這種糯雞雞看起來很甜 也不是很甜 都挺爽的吃起來 又看看這頓多少錢 一錢啊老闆 男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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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趁我們現在備誘的期間 直接進行今天這個檔口的最後的總結 我今天最後的買單是 37元 剛剛我已經看過了 它每一個糖水的單價 基本上是在2元到7元這個區間 幾元雞一碗而已 旁邊的點心呢 也都是兩三元有一個的 那就我會覺得呢 這個糖水之所以吸引人 雖然它的味道不是很突出 但怎麼說也不難吃是吧 對對對 就是主打一個陪伴 即使好像現在那樣 狂風暴雨 它依然堅持是24小時營熱 只要大家三間半夜 你一想吃糖水 你就可以開車過來買 這種車還是有人陸陸續續來的 真的是主打一個陪伴 最後簡單來一句的就是 如果大家三間半夜 哪怕是狂風暴雨天呢 都想吃到有19種那麼多的糖水 給你選擇 還有還有非常之多的地道小食的話 大家來到吳川 可以考慮一下這一間 主打一個陪伴的糖水泡 又是一個狂風暴雨的再見 早點邀請 下一期再見 拜拜